我叫张三连 小明弟弟 你们按辈分 叫我小舅舅好 我身在首都 长在角都 而现在来到了魔都 你怎么跑上海去干模子了 哼 还不是因为我那只蠢笨的姐姐 前一天还在剪长山美食图鉴 后一天 说搬来上海取材会更加方便 哼 乐阳 就是节目的善变 好在新夏的环境还算不错 装修时髦 这句新潮宽敞的开间 任我到处乱跑 就是房租太高 压力不小 也不知道懒惰的姐姐 能不能够负担得了 你们别看那脑瓜子大 人却很傻 还没算进账 就累计火急地付了定金 说是这个 歪七扭八的小厨房 能给陪伴多年的观众们 带来新鲜的观感 哼 还不如给我多买几条小鱼干 我愿意出卖色相 换进你们的点赞 姐姐虽然蠢笨 但也有条温柔的一面 会经常买新玩具逗我开心 弟弟松啊 会享受得 馋起我香喷喷的 还会变着花样 给我做好吃的 你看 今天一早 她就准备好了 鱼片猪肝牡蛎 虾仁鱿鱼肉泥 莫沙卡 这是 做猫仔粥 弟弟 猫仔粥 作为一只博学的帅猫 我自然知道 你按摩啊 不过是虎肩赵安的传统小事 而不是把帅气的小猫咪 蹲进丑陋的铁锅里 做猫仔粥的首要关键就是 食材新鲜 所以姐姐早上八点 就完成了食材的挑选 但好的食材 万万还需要复杂的处理 鱼不能有刺 虾不能有壳 鱼不能有小锡盘 猪肝不能厚过三毫米 姐姐刀法利缩 手法娴熟 浑身散发着迷茫的从容 简直 你看你看 完全经不起表演 搞半天都撬不开 一直收好 白长了一百多斤的肥镖 让开让开 换我来 赵子莲下去 我可不是害怕姐姐 我只是尊重姐姐 猫仔粥的关键之二 必须米白粥青 难怪姐姐买了一包 白白胖胖的东北大明 她说要先泡半个小时 好好的吸收水分 再开水下锅 煮一把二十秒 喵喵喵喵 最后大火上汽 蒸三十分钟 三十 二九 二八 二一 OK时间到 多亏了本帅猫 米饭的火候刚刚好 诶诶诶 你干嘛 蒸完又洗 多此一举 不对 刚出锅的米粒 原本紧紧的粘在一起 但经过姐姐的淘洗 瞬间颗粒分明 煮出来的粥水 便会清澈见定 哼 你没什么了不起 做猫仔粥的关键之三 就是 快快快快快快快 最新鲜的食材 不宜久煮 从入锅到上桌 不能超过五分钟 可我那磨蹭的姐姐 还在一勺一勺的 咬猪肉清汤 你倒是整锅到啊 唉 开了开了 快 肉泥金煮 先下 对 猪肝随后入锅 好 来点姜丝调味 香菇提鲜 不错 不要了米饭 yes 我的嫩滑的口感 海鲜最后再放 good 再来点胡椒粉和 诶诶诶 我不吃香菜 待会你给老子挑出来 等等 你放盐了吗张妹妹 哎呀 差点汪了 还有最灵魂的蒜油呢 马上马上 唉 就这 还是百搭不准 我只能说 傻人有傻夫 五分钟到了 怎么还不上菜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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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饭里白净 米香纤细 海产金银 鲜香风雨 姐姐张罗了半天 做得还行 而嘴馋的小猫咪 偷袭 下下下下下下下 好好好 你胖你先吃 姐姐一大勺咬起 想到女孩子吃东西 要稳压一点 然后一小口下去 啊 你看她紧重的眉梢 清智的嘴角 一定是舟水的味道 超出了视线的预料 犹如汹涌的波涛 在舌尖瞬间引爆 再看她 面容缓缓舒展 笑容渐渐绽放 定是那缠缠的米香 席卷起海鲜的回甘 在她干涸的口腔 丝滑流淌 一连缩了好几口 疲累的姐姐 精神抖擞 一口虾球 一口鱿鱼 一口猪肝 一口牡蛎 她厚实的嘴唇 不停吸引 她坚实的牙齿 咀嚼有力 她宽敞的食道 笔直不去 太圆润的肚子 短来短去 她问屏幕前的你 为什么还不投逼 我怎么也学会了押韵 诶 我的呢 这是姐姐搬来上海的第八天 白天 她整理房间 晚上 她工作到深夜 临睡之前 还要逗我挠我 哄我入眠 姐姐给我买的 都是最新款的玩具 和最前卫的睡衣 但对自己 却口得要命 五十块钱的穿衣镜 都要不远千里地搬来搬去 用了六年的头巾 掉进了马桶里 也舍不得丢弃 作为一只成年的帅猫 我也该分担一些家庭责任 心疼一下姐姐 不如我也注册个账号 混个百大普猫吧 至于名字嘛 诶 张妹妹 给我小个网名案 要朗朗上口 又要霸起威武 弟弟 大嘟嘟 嗯嗯嗯 老子感受到了沉沚的侮辱 这个这个 盛世美颜张三连 嗯嗯 虽不足以信任我的美貌 但 就这个吧 哪个毛泽子强装子王明啊 管他的 站个坑线 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这是我亲自运营的账号 嗯嗯嗯嗯嗯嗯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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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